历经建物拆除争议以及多次工程流标 桃园区东门市场的新建工程 终于在19号正式动土 位在桃园区春日路与安乐街口 动工前暂时作为停车场 现在将建造一栋地下三楼 地上四楼的市场大楼 目标是在108年十元完工起用 随着热闹的爆竹声与锣鼓喧天 桃园区东门市场新建工程 现在要正式动工 第二弹动土吉祥新兴上荣 第三弹工程顺利遇国毕敌 原有的东门市场多年前因为火灾烧毁 在盈役重建时期 又遭遇拆除以及摊商安置的争议 新建工程还多次流标 只能够先开辟停车场作为过度使用 现在终于克服万难顺利动工 之后能提供多达四百多个摊位 也可以结合多功能使用 市场大概有到六千坪左右 那是一个现代化的市场 那是继新国市场以后 一个桃园很重要的新市场 那我们希望能够容纳原来的东门市场的摊商 也能够接纳部分融合市场的摊商进驻 郑文三表示东门市场的新建是桃园区东门改变的开始 未来配合铁路地下化 整个地区会进行都更 配合市府的相关发展规划 东门地区的未来是指日可待 我们也希望说整个东门地区 我们设置了安东的新创中心 那即将要启用 那另外有规划桃园的文学馆 以及有NPO中心会在这边 那这里是离桃园的火车站很近 那新站的更新计划陆续会推动 也会带动整个东门地区的发展 按照市府规划 新的东门市场将会在108年10月完工 摆脱动工前的诸多波折 民众现在就希望能如期进行 早点感受东门市场所带来的改变 桃园有线新闻 林德操桃园采访报导